兩名黑衣男子衝進店裡 拿著棍棒就是一陣亂砸 一旁排隊買麵包的客人全嚇得不敢動彈 剛出爐的麵包全部被掃到地上 落地窗也碎裂成蜘蛛網狀 歹徒在店裡大聲咆哮破壞後逃逸 店員追出門但嫌犯早已經不見人影 到了晚上被破壞的門面才剛收好 兩名黑衣男子再度現身 穿得跟早上一模一樣 這次聲稱自己是顧客來找查 趁店員上樓找老闆的空檔 兩人在店內徘徊死機而動 拿出預謀藏在手裡的武器 往麵包架猛砸後拔腿逃跑 一天內兩度犯案非常囂張 逮徒離開麵包店後 立刻坐上一輛等待在路口的白色轎車離開現場 這家麵包店未在新北板橋店家懷疑 事先前有過糾翻的鄰居在幕後指使 利用甩棍毀損麵包店大門及展示櫃玻璃 經警方到場嫌犯均已逃離 經調閱監視器後鎖定犯嫌 雙嫌不顧客人安慰閘電同一天兩度來亂 全案目前依毀損恐嚇組織犯罪全辦當中 華新聞全英寧梁洪志深北報導 哈嘍大家好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